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歡迎大家來到莊耳銘的文化中心 我是來自CITUS 3 港大通識的王志忠 我是阿果 我是一個文化評論員 也是港大的校友 是的 今天我們兩師兄弟 都是在舞台上 和大家分享關於梅艷芳的電影 和香港的文化 還有就是大眾心聲等等的議題 其實這次的活動 都是由CITUS 和DAO 校友的發展部一起合作 所以各位校友 各位同學 各位同事 你們好 給點掌聲你們自己 因為這個活動都很久沒有這麼大型的活動 和文化活動 因為疫情 因為很多原因 我們都很久 你好像第一次進來 第一次進來 是的 因為幾年前 我們都做了很多其他的節目 好像有芳芳姐在做大學文 等等這個舞台都留下了不少的足跡 我今天想做一個少許開場白 就是因為我除了在港大 這裏跟吳俊鴻老師 我們的恩師 即是香港流行文化的一位達人 堅大師 梁款 他做了很多關於香港流行文化的現象 譬如占叔 三區等等 都經常用一些文化拉扯的概念 去說 其實很多事情都可以磨合出來 就會成為了香港很獨特的一種 所謂的hybrid culture 一種很多東西方交融的一種特別的文化現象 而媒演芳很明顯都是一個這樣的故事 而我想和大家一起時光倒流回去 1998多年後 我說我做電台DJ 我也做過一些活動 譬如說這個 就是當時有機會在90年代初 去了梅芳家的家 真的去了那個屋裡 跟他助手借了一些歌衣 就做了一個在會展的展覽 叫做《香港流行音樂創世紀》的Music Expo 那些形象都發變了 另外也問了Edit Loud 借了他的劇照 或者是一些舞台的裝潢 再看看有其他相片 這張就是 88年的時候剛畢業 就入了電台的歌歌 最重要的是 跟梅芳一隔離 只是隔離了 關正傑哥哥 B 接著就是梅芳 旁邊就是瑜珠 這個年代的香港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在那個時候有 聽聽心機 聽聽浪漫曲 有 OK 給點掌聲給自己 因為今天應該有很多樂迷 很多香港電影迷 都一起聚集一堂 可以去分享一下 不過主要其實也是 再想跟大家有多一點 入局 電影拍攝 也有一個 我們再看看其他 還有兩張照片 那個 故事 我們看看 還有其他 這個就是很難得的機會 因為我想很多朋友都知道 其實梅芳和哥哥 Leslie都是很親密的 好朋友 所以很難得 那次做這個展覽 之前都可以和我相遇 但是我有些遺憾 沒有跟梅芳有過一張合照 不過我看完這部電影 我發現很多遺憾 或者有少許遺憾 人心都總會有 我就釋懷了 因為這部電影 如果你有看過 有沒有朋友看過 好 因為我們上個星期 月初做了設置放影場 然後去了戲院 那次也有看 我也有看 很多朋友都看到 好 你不要這麼快 好像定了情懷情緒 好 我們再看一兩張照片 就可以開始了 那次有一個轉台 專門展覽梅芳的歌衣服 以及她的舞台 一些很厲害的裝扮 好 還有一兩張 其實梅芳也進來港大 亦是跟我們的港大通識之父 Dr. Chan 他最近都離開了一段時間 在當年 陳在禮博士和梅姐 在港大做了一個分享會 所以 我知道今天 也有很多在座的校友 還有很多同學 都會很想藉著這個講座 不單止去了解梅芳芳 這位香港的傳奇人物 這部電影 甚至是我們每一個人 在裡面找到的一些 我們自己的成長 以及香港的一些互動的故事 好了 最後一張照片應該就是 上個禮拜我們看電影 這場 如果你在這裡的話 可以打一張卡 馬上出出出出出 打完之後就會開始 今天講座了 好 OK Kenny 我們不如馬上 請我們今天兩位嘉賓 請你們一掌聲歡迎 梅芳芳導演 又何文 Roman 還有女主角 黃大梅 Louise 歡迎 剛才我也很早約了 Roman 因為她是我中學師弟 英文仔 我們剛才最夠喝咖啡 歡迎你 恭喜 今天我們很多師弟的喜怒症 歡迎你 Louise 請坐 請坐 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剛剛這幾天 有很多的分享會 很多的收音禮 還有明天正式的事情 我想情情也可能會很緊張 不過我們今天這個 當是一個講座又行 當是一個看到樣子的電台節目 即是兩下午上完都姐 開了很多浪花 大家可能跟我一起 一邊上班一邊聽著 都聽到很輕鬆 阿哥 Kenny 不如你開始 我當時很怕的 我想由剛才最後的照片 因為我們剛剛 上禮拜 在太古城 我們就有一個校友場 或者港大同學的演出 場的播放 我覺得我很深印象 剛才始終說 有一些 聽到一些朋友 或者觀眾聽到笑 我覺得很有趣 我在現場 那次是第二次看 我始終對三次看 我聽到一些朋友 開紙巾袋的聲音 而開紙巾袋或者飲浴的聲音 在電影的不同的地方都會出現 有些地方可能是 你會想像是跟妹姐有關 有些地方是不是的 可能是2003年香港 可能是沙士的時候的一些 我在聯想的事情 就是這個電影很明顯 雖然這個電影 表明是說妹姐的回憶方 但是大家為什麼對她有感覺 大家今天可能為什麼會在這裡 或者是這兩三個星期 或者是過去一段時間 大家這麼關心 其中一個原因是 不單是因為 這是妹姐電影 而是一個香港文化的故事 所以我挺想 不如由Loman導演說一下 為什麼這個故事 這個是不是原意 就是拍一個不僅是妹姐的故事 而是一個香港的故事 這個…首先多謝老闆 這個題不是我開的 我給幾大膽子 我都不敢 但是多謝老闆 他好像是比我更加清楚 我可能可以應付到 這個門芳這個故事 叫我去嘗試做 一直走來到現在 其實如果我們要說妹姐 我們不能夠不去提她的歌和戲 她的歌曲 她的電影就是當時的朝代文化 因而而再衍生到 其實就是在說香港 在說這幾十年來香港的變遷 所以我覺得 如果我們有機會去講到一個傳奇的人物 她後面的backdrop更加重要 這個就是香港 所以我們一直去做故事的時候 一直都沒有忘記拍 香港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組成部分 這個是創作階段 即是第一天已經知道我 我要準備要拍攝 和香港有關 還是在… 因為剛才我們一起看 Making Office 也看到 有跟很多人聊天 有一個很長的Research的時候 是… 後來才發現 好像在裡面有香港的元素 還是第一天已經有? 可能是差不多是同一時間 但我都沒有去深究是何時的… 知道那個是 但… 其實我做下去就知道了 因為杯蛇那個足跡 她成長的經歷 其實就好像香港人的寫照 她從禮院開始 跟著去做… 去歌廳 去表演 然後… 然後… 其實她經過的禮院 經過的… 不同地方的歌廳 跟著… 利舞台 尖東海旁 這些全部都是… 我們依照著… 杯蛇的足跡 去呈現出來 這些正正就是香港 所以… 其實是… 好像是… 一開始 如果老闆叫了我做這個… 這個題之後 很多東西慢慢慢慢就會走過來 去… 去組成了這個故事 我亦都想指 剛剛Loman提到 就是那個… 一開始老闆 就… 剛才Making Up也說到 就是12月30日 打給你… 說想做一個電影 是關於梅艷芳的 12月30日 就是梅姐的寫記 你當時第一次聽到的 那個反應 或者你當下第一次 那個感想 其實是甚麼意思 我想我到現在還記得 當時我還未會害怕 我就… 這樣吧 反而是我想聽多些老闆想怎樣 就是… 他沒有甚麼看法 這樣… 我都說了 如果回想起來 如果我… 用回五年後的我呢 老闆幫我… 打這個電話 我就… 好呀 拜拜 我就… 不會採取他了 是… 但也很好… 就是… 我們能夠… 組合一班很好的優秀團隊 我們找到Louise 找到很多很多的人幫我們 到最後 有這個作品出現 我想其中一個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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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看了一些之前的訪問 都會說到 這個電影很大壓力 我懷疑其中一個原因 因為這是一個傳奇的電影 一個真實人物 拍他的故事的電影 所以是大壓力 導演可以說多一點 這方面你覺得為何這件事對他來說是一件很大壓力的來源 首先這個不是一個很小的項目 你要牽涉到很多不同部門 那部門個人手天制都很大 我們做劇本的時候已經要很小心 因為我和Jack很努力去寫 就是我們知道只要我們下了不定的那個 其他部門就會很努力地去做 所以我就和Jack說我們一定要好好清晰 好有心思神物去想 這一場是否一定要放下來呢 是否一定要說呢 這句對白是否一定要在這裡出現呢 如果不是會怎樣呢 因為你一按出去發揮那個按鈕 就全部部門就馬上去做事 馬上工作 每一天的拍攝其實都很貴的 都很貴的 所以我們都要好好小心 究竟我們 還有年代電影 就不像我們現在拍時裝片一樣 有甚麼漏了呢 我們後天回去補回照片 每一天都是完成了那個套裝之後 就是有沒有漏了 我拍得對不對 如果不對怎麼辦 但是那個時候還沒有展開的 但是你只要在腦裡 要肯定所有東西都在 當然這個是本來也要這樣做 但是在這麼大規模的製作度 你更加要更加清晰清晰 所以這個是壓力其中一個來源 如果是這個方法 拍完之後是否壓力存銷 是否現在已經可以沒有壓力 又輕鬆 還是壓力依然是高 我剛才跟阿子忠銀教 對我說 你有沒有給你的故事 分享給大家聽 兩天前走拍 我終於好像輸了一口氣 然後我一個人走回我家 那裡有十分鐘的腳程 我覺得那十分鐘 是這五年來最輸態的時刻 好像是我有一個任務 我完成了 但是那一口氣一輸出來 其實是 我才知道很累 我才知道 原來以前那些故事是假的 真的那個故事不是這樣的 我剛才跟師兄也說了 或者問一下Louise Norman分享了她收到江先生的電話 到現在走拍又完了 公演也很快 今天晚上五夜之後 其實明天就是了 你最初接到成功的電話 到你甚至是避到泰國去哭兩天 我都聽到你很多訪問 到你覺得這件事其實是一個緣分 兼是我們的使命 為甚麼會這樣形容 還有 稍後你會說一下 現在明天供應了 那個心情 準備一下 先回答前半 其實前半就是 我覺得這件事 真的是一個緣分 因為我從來在這部電影之前 沒有想過會做演員 所以緣分令我們遇到 公司真的在網上找到我 然後一輪又一輪的Casting 一步一步 其實Casting的時間都差不多半年 是很多次的Casting 到最後 其實我一直都覺得 應該不是我吧 但是我每一次Casting都很努力 是希望能夠把自己真的盡全力 最好的表演 盡量去做到 給Casting Director看 但是我就是一個很努力的陪跑者 我覺得應該不是我 但是我很努力去做的 到最後 然後當我真的穿上婚紗 那個《夕陽之歌》 那一場的Final Casting 我就真的都用盡了我的一切努力 還有那一段的說話 其實是妹姐的心聲 我自己是覺得很有感受 所以我唱那一首歌的時候 我是真心誠意 很想唱給他們聽 也很想說那一段說話給工作人員 就是抱著這樣的態度去做了最後的Casting 但是真的完了Casting 起碼兩個多星期之後 我才收到導演的電話 是恭喜你中了梅艷芳 我的壓力是從天而降 是很害怕 是真的很害怕 因為首先 妹姐是一個在大家心目中 還很有印象的人 而且她也是具多重意義 是一個當代傳奇的人物 香港的女兒 怎麼可以做到呢 當下我還不知道 他們會幫我安排老師這件事 但我真的滿腦子問號 是大件事了 我怎麼做呢 她很害怕 所以我真的買了廉航 馬上飛去泰國 我怕她不可以留在香港 走路 然後走了去泰國 哭了兩天兩夜 是因為我覺得我不可以辜負團隊 我怎麼算呢 我真的不可以辜負妹姐 但是我腦子裡有個聲音 是跟自己說 這是一個緣分 也是一個 選中我 是一個使命 我真的要為了團隊 為了導演 他們給我這個機會 因為我特別是為了妹姐 所以一定要做好這件事 是下定了決心 所以我就踏出酒店房 那一刻我就覺得 我一定要做好 無論如何我都要做好 這樣 嘩 給你掌聲 這個決心 由陪跑者去到成功得到這個角色 到真是 未看的朋友 就這樣看trailer 消息片段 看了就更加可能會 就是用相片 看多多兩次 這樣也不管 甚至乎 我都說感染力 就像剛才說 你整個製作團隊 甚至所有的配套 都會為了她妹姐 為了這件事 甚至說到這個講座 我們八月一路籌備 就是看一兩次視片 然後請同學一起去看 看完之後 到今天 我們整個團隊 我們同學的團隊 一起大家的心情都是這樣 就是 咦 這件事一定做得很好 還有希望可以為了妹姐這個心意 以及這種情懷 去跟她分享 我想那個影響力 有時候就是這樣 就是好像漣漪一樣 一直滲透出來 所以 阿哥 接著有些什麼想問 導演 我有一個問題 就是因為我認識一個學者 她叫李展白 她也是一個妹靖 她寫了妹靖的書 她本身是妹迷 我前陣子 因為她在澳門 她一直未看到電影 我跟她聊了兩個聊天 有什麼期望等等 其中一件事她提過 她本書其實都有提 就是妹姐生前 甚至她過世之後 都是被一些論述包圍 這些論述有很多種 有些可能是針對她性別的東西 例如這個是一個苦命的女子 有些可能會覺得 針對她的感情關係 就是好像 這個去分析 好像在感情路上很坑坑 或者一直都找不到她的 最終的婚姻對象 有些可能是 就是《香港的女兒》 有一個論述 有很多這些論述 包圍著妹姐這個人 而剛才提過 那個壓力 或者拍攝傳記電影的難題 就是很多時候你一定要避不過 那件事是有一些評價的 或者是對於這個人 你選擇妹姐的這首歌 還是那首歌 你選擇她這個事跡 還是那個事跡 其實是講 其實那個剪裁的過程 其實是講 你如何去理解這個人 甚至如何評價這個人 所以我很想知道 導演你在這個過程中 尤其是在創作劇本 和程隊一起創作劇本的過程中 有否避開一些論述 可能是 我不是很想說的 或者是這個論述 或者某種形象 可能我覺得這件事是嘗試避的 或者有某些特別的面向 你覺得這個是很屬於妹姐的 我覺得是一定在這個電影的呈現出來的 都不是叫避 這也是一個取捨的過程 其實我這陣子都因為很多的分享 我都在想著 究竟怎樣去用說話表達 其實我們做劇本的時候 只是一個文字 幾個局 到我們找到演員之後 其實第二個化學狀 已經出現了 就是當演員 你已經知道她是妹姐 或者Fish是姐姐 劉俊謙是哥哥的時候 會有一個什麼的化學反應 到我們拍完之後 再去剪裁 會是第三個化學反應 昨天張翠祥校長也跟我談了一天 她說 她覺得我們現在的電影的妹姐 很溫柔 很溫柔 我說不是我第一天覺得要這樣做 而是其實有很多化學反應 慢慢慢慢組成 而我們去拍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不斷地去找回這幾位演員 有哪一部分是像當事人 而把它放大 而慢慢慢慢會變成現在這個版本 有些是我們預計的 有些不是我們預計的 而是有很多很好的撞擊 都是慢慢在最後剪輯的時候去承認 因為Louis 我們當時也有說過 我們並不是想做一個模仿大賽 我們想找回她一個很 和妹姐很相近的一個性格 很早就說 其實Louis 那份真誠 很像妹姐 我們慢慢把不同的演員的性格 很像那個真實的人物的性格 去抽出她最相似的地方 去放下去 令到觀眾感受他們當時面對的困難 或者是每一個人生關係應該怎樣去抉擇 或者這一部分才會感動到觀眾 而不是她有幾百分次 就是這樣 所以在這個籌備的過程 有很多老師都會幫忙 可能演技方面有志叔 這個也是很難不可貴 在她離世前的一個相遇 其實在她身上又學到什麼的看法 或者在演技上 因為這次很好 有很多素人之餘 也有幾位主要的class 都是一些新人 就好像劇頭一句 就是電影裡面 劇本裡面都說 要多給一些機會 就是後輩 要給前輩去提攜 是一些天經地異的事 我覺得這種生活相傳 都是一種文化的保育 甚至是一種保障的 一種珍重的心情和哲學 這方面譬如在志叔身上 學習到的事情 有多少是 原來那種 譬如Making of Them 有一句話 就說 咦? 賣位已經成功了 可能是導演都驚訝 那些驚訝 那些驚訝 你怎麼驚訝了她呢 其實我是真的很感謝志叔 他教了我很多東西 在演戲方面 尤其是一開始 其實他教我要打開自己的內心 首先要找你內心有什麼素材 有什麼適合 可以運用到 在那個角色當中 那人生經歷都很重要的一環 所以一開始其實他跟我聊天 那當他發現我內心有什麼素材 可以運用之後 其實就開始一起閱讀劇本 那個過程就是 也都要教我 因為這是一個真實的人物 所以你要慢慢是一步一步去忘記自己 而當你學到吸收到 了解到的那些資料 慢慢慢慢這樣加進去自己自身 令到大家是希望能夠在螢幕呈現的 是不會再見到黃丹尼 而是希望大家見到的是梅艷芳 就是利用這個角色去引導大家 去了解梅姐傳奇的一生 所以其實至少一直都說 你一定要相信 你要相信你就是那個角色 你要相信你當下的心情 你遇到的事 你的場景 所有東西都是真實的 那你自己都很相信的時候 你演的戲 你會更立體 也會有血有肉一點 那觀眾其實都是一個相向的 你很相信的時候 你做完一個很真心的誠意 做一場戲之後 觀眾會感受到 那這個是智叔經常都跟我說的說話 所以我都是永遠都會記住 很珍貴 我想不單止為演戲 而為人生 可能我那天去那間房間 要表演那個功課 或者要開個會 都可能有一個角色扮演 我想要make believe 那樣東西 但make believe 還要有很多配合 因為這個 role 不只是演戲 還要唱歌跳舞 那些 你小時候都不喜歡唱歌跳舞 我是一個很害羞的人 又有一點點自卑 所以就不會特地在朋友 或者大組面前去呈現自己的那一面 但是真的很感謝這一部電影 也很感謝導演和團隊 安排了三位這麼好的老師 無論是唱歌、演戲、跳舞 都真的有半年時間的特訓 令到我完全有新技能解鎖 我完全是 同時間亦都發現原來很多東西 只要你相信 只要你努力 你堅持 是會做得到的 所以這件事也是在妹姐身上 學到的東西 是嗎 她沒有用字 我想這個可能 後來就可以講一下 另外我們在座 其實都有兩位妹姐身前的朋友 跟她拍拖 劉天蘭姐姐 天蘭 和張茂先生 就是卡爾和張茂先生 卡爾叔叔 我們適合在開口的時候 都會請她們分享一下 第一身跟她們合作的一些小故事 和一些片段 也可能會反照一下 因為傳奇的故事 真實故事 其實那個不是要多次 而是說背後所提升出來的 那種精華出來的結晶 那個精神和面貌給大家 在裡面得到多少 就像如果大家喜歡吃腸粉 自己下甜醬 辣醬有多少芝麻、豉油、發生醬 那一刻是你適合自己的口味 看這部戲 或者看很多的藝術作品 都可能就是 聽這首歌 我用我的方法去演繹 聽說你前天都唱了直人之歌 是啊 還拍手掌 在首映會那裡 哇 很像 在我面前唱 你說你不用 我也覺得不相信 很棒 我相信今天我們可以分享很多 一個人 可以透過電影 透過妹姐的故事 剛才提到 除了電影可能是否像是一個最基本 或者是一個最表面的那一層 模仿大賽 但是似乎 好像坊間 我感覺到過去幾個月 一開始的討論 其實也是這樣的討論 最多人討論 可能是否像門坊 乘地鐵 我都看到有人在討論 這很明顯是這樣的討論 但是如果這部電影的目標 不只是要做到遲 或者是一個模仿大賽 Loman導演 你可以說一下 你覺得你拍這部電影的時候 你的目標除了要重現 是要遲之外 究竟是做甚麼 一個紀錄 我覺得一個年代的紀錄 是需要的 有時是用唱片 有時用電影 有時用書 這次有這個機會 我就可以做一個紀錄 紀錄回那個情懷 紀錄回那個感覺 當然我們並不是一個歷史真實片段 我們真的是一個傳記 即是一個Fiction的東西 而讓觀眾去因為這個電影 而去找回那個時代 去找回阿妹的歌 找回哥哥的歌 是我覺得我們重要的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的責任 我想說多一點 為甚麼 因為我見過其他訪問 你也提到這一點 即是覺得 要將這個 妹姐的歌 或者是抱哥的歌 或者她的形象 介紹給年輕的人 起碼可能令到她們 看完戲 或者甚至看完Poster 然後搜尋一下 究竟梅花是誰 她的歌 為甚麼 為甚麼這件事情 在你眼中是這麼喜歡 這是一個承傳的過程 例如我都會和我兒子說 以前香港是怎樣 我聽以前 即我爸爸媽媽說 以前香港是怎樣 可能以前只有口說 現在如果我有機會去做到的時候 其實這是一個介紹 因為我很早的訪問 我都說 香港曾經出現的梅艷芳 張國榮 是我們的福氣 為甚麼一個大遠之地 一個漁港 開放了百多年 能夠可以成就到一個梅艷芳人物 絕對不簡單 值得去記錄 值得去介紹給未認識的新一代 或者我們一起經歷的 一起懷緬她以前的歲月 這個 多謝老闆 因為我們整個crew人 真的都覺得 這是一個lifetime project 一生人 有機會遇到一次 已經是很珍貴 所以大家都很珍惜 很努力地做 這裡牽涉這件事 我覺得很有趣 因為似乎不只是在介紹 剛才導演所說的 不是在介紹梅艷芳 在介紹哥哥給年輕人 給香港人 而是他們背後的那個時代 他們整個文化 剛才說的那個cultural heritage 剛才導演另外說的東西 我覺得很有趣 我覺得這是一個lifetime project 我剛才看making of 也看到 好像大家都很有熱誠 很想重現香港 或者某些很重要的步伐 例如那個妙麗的大招牌 那個很重要的 第一次看到 登廟禮 年輕人可能不知道廟禮是甚麼 就以為是Harry Potter 原來就是佐登道交界的那個land mark 我覺得很特別 因為其實很多東西 導演在訪問也提過 這麼貴 不如不要做這部份 其實可以放棄的 其中一個option 就是我不拍 例如剛才 剛才看了Making of 我都有 妹姐和哥哥在尖東海旁 那裡握著欄杆 如果不在那裡 就將他們這個傾心事 放在另一個環境裡做 省了些錢 省了些人力物力 也可能沒有這麼大壓力 也可能也沒有這麼大壓力 為什麼還是要這麼堅持 將那些面貌都呈現出來 因為我們紀錄一個年代 其實除了是 妹姐那一生之外 她的足跡 都是值得我們去留下來 去展現 為什麼其中一個 我覺得尖東海防是重要的 因為那時候剛剛開始尖東 開始很紅 80年代 填了海之後 很多夜總會 那些地方表演 很多明星都在那裡登台 這個地方 至於中學年代 紅冠剛剛開 紅冠剛剛開 八十年代 這個也是其中一個足印 當然我們 當大家決定做這幾場CG的時候 都知道我們要做調整 如果太貴的話 大家就攤出來看看 誰可以犧牲她 不要做 但是 我自己也選擇 我都跟Jack 很老實 其實這一場 就像你所說 在化妝間說 也可以 都沒有影響 但是如果在尖東海防做 所有的威力又會回到 整個感覺也都不同了 大家 除了可以回到當日的尖東海防之外 其實都是表現到 杯謝其中一個足印 當時香港剛剛經濟起飛 那個紫序金危 那個尖東 我們給回那個感覺 還有我們後面的燈飾 都是很多同事去提議 是否加燈飾更加好 整件事會更加立體 我覺得 多謝他們的鼓勵 我也有說 就是在我很軟弱的時候 大家說不要 不要 我們很想做這一場 對於Louis 80年代 還沒出生 我們很多同學都還沒出生 不用擔心 可能年輕的小時候 可能是寶寶仔 你有這樣的參與 如果80年代對你來說 可能是陌生的 或者你沒有經歷過 而你嘗試 甚至你牽著家庭的手 走過 那裏是妙麗 那裏是漁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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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這些情況 有否成長 可能聽過父母說過 又或者是朋友 甚至乎 在哪一種角度 你會盡量拉近大家 可能我們也有同一些 比你還小幾年的學生 他們看完之後 和你分享 他們說 不是 我聽父母說過 看他的舊照 像剛才你說 擺走的照片 是有同事 有團隊的結婚照 然後將它影響出來 有否有這樣的影響 在你的創業過程裏 其實我挺幸運 我小時候家裡 一定不會帶我去 佔沙咀海黃地燈飾 所以我幾歲的時候 已經很有記憶 那時候燈飾真的很漂亮 而且我最近 幾個月前 去看自己小時候的照片 當中我看到一張 我自己有嚇一嚇 咦 原來我去過禮院 我一歲的時候 我媽媽抱著我 我在梅船木馬前面 拍了一張照片 我問 咦 當時是這樣的 她說 拍完之後 她就刪掉了 所以我是很幸運地 給我拍到一張 都算是有經歷過了 但是現在看回的時候 就會覺得 以前原來香港是這樣的 廟禮我真的沒有經歷過了 但是我就覺得 哇 那個燈牌 對我這個年代來說 我會很羨慕 其實我是很羨慕 那個年代 會有這麼多巨星 天王巨星 還有他們 那個很 真是紫綴金迷的那種感覺 或者那些歌廳 那些樣子 尖東的時候是這樣 我真的再大一點 就看到她已經不是這樣 所以 很開心 很幸運拍這部電影的時候 真的可以讓我感受到一次 是 有機會分享一下 你那張一碎麗影像 好 大家會覺得 嘩 Kerry 時間到了8點 其實我們一定會有 Q&A時間 亦會有兩位我們的特別嘉賓 會跟她分享 我再問多兩題 好 我記得電影第一幕 就是Luis 梅姐出場 在紅館那裡 很緊張 然後上了台 然後升上去 準備唱歌的時候 那個鏡頭是由舞台 一邊拉拉拉拉拉拉拉 然後穿過了紅館 然後就看著紅館 然後就看到一個維港 很明顯是 剛才一開始所說的兩件事 這個是梅姐的故事 這個是香港的故事 這個容耀明顯 而那年是2003年 一個香港人都會很難忘 覺得很多情緒 一講了很多情緒的一時 所以我懷疑其中一個 大家會哭的原因 可能是這個 我看到有一個評論在網上 這幾個月都有說 就是說 這個電影 第一個主角就是梅姐 第二個主角就是香港 我很想知道導演 你怎麼看這個說法 第一 第二就是 如果這是一段歷史 就是一個80年代 去到2003年的一個香港的故事 去到我們2021年這個時候 過了18年了 就是梅姐已經過了18年了 或者2003年的香港 和現在已經距離了18年了 我們這個時候入場 去看回這個香港的故事 那個意義在於甚麼呢 我們這個故事是100年開機拍攝 當中有經歷疫情 其實2020年就好像 我經常都說 被人禁止了一個停止 就是整年 好像大家都沒有動 我們當日做這個故事的時候 都有2003年的 沒有疫情之前 我都覺得其實 大家提到2003年 如果一直走來 都會有感受 或者會有記憶 我都跟我身邊的朋友都分享 就是做故事的時候 後來又提到4月1日 4月1日 4月1日 你聽到哥哥離開的時候 你和誰在一起 在做甚麼 而大家那一刻 是很想這個是一個 不是真實的事 但慢慢就很快 令到大家都很不開心 就知道 其實這件事是真的 那一年 那一年 都是梅姐離開那一年 我們不能夠避開這一年 如果要趕她一心的時候 因為她亦都在 她的演唱會之前 她都還努力 她做了一比九十九 天娜姐姐都在那時候 很努力 大家很厲害 我們覺得需要記錄下來 需要和香港人一起去感受 當日梅姐的努力 或者我們當時 其實都過了 過了 我們今天是不是都可以 拿回那個感覺 一起努力下去呢 就是這樣 初心要做 沒想過過了一兩年之後 可能今天上的時候 大家可能還會有很多感受 或者會有很多化學反應 都不出奇 但這個並不是我們本來的想法 但是時勢 視覺就變成這樣 對 順著發生了這樣的時空 還有一個呼應 Kennie你還有一條問題 我想問問梅姐 其實關於梅姐 我看了一些訪問 你也提到 我猜到 剛才所說的 80年代都差不多未出生 對於梅姐的認識 梅姐可能比較早出道80年代中 你那時候應該都沒有接觸 然後好像後來才知道 因為這個戲才會接觸更多 你眼中 或者你看到的梅姐 那個精神 其實是做什麼一回事 或者你本身對她的認識是怎樣 而完了這個戲之後 演繹了她的一生之後 你對她的認識有什麼改變 或者有什麼啟發 其實我們這個年紀同 那時候 Canton Pop 那個時代 最輝煌的時代 是真的錯過了的 那 我自己很記得 小時候 媽媽會在家裏播梅姐的歌 電視會看到梅姐的演出 週末會經常重播 很多經典的電影 當然那時候經常會看到 《燕子叩》 《三四觀》 《龍國溪年》 《湯知迪》 這些一定記得 但是 只是一個很 挺有表面的認識 但是去到 我記得我初中的時候 2003年 SARS的時候 是梅姐 真是演藝人協會的身份 真是去 叫了很多的朋友 一起去幫忙 做了《1比99》這個演唱會 去籌款幫了很多人 她的合旅的那種精神 是 我很記得 還有 我覺得她對社會的一種大愛 那種精神 都是很 令到我印象很深刻 因為經常在電視會見到 很多慈善的活動 那個時候 是做很多這些 甚至會去山區探訪兒童 一些山區的兒童 這些就是我那時候最深刻的印象 但是我是很感謝 真是因為這一部戲 我重新再認識梅姐一次 她的一些人生的高低起跌 一些心路的歷程 即當你明白了 了解了 甚至乎 我是要演由十幾歲 去到最後這個階段 真是好像走過了 梅姐整個人生一次 那當中 無論梅姐面對順景還是逆景的那種心態 她對她熱愛的舞台 她的表演 那種不斷的力求進步 很想要每一次都要給到新鮮感 大家 她覺得有多麼熱愛 才可以做到她要不斷地 有不同的造型 不同的歌路 不同的曲風 舞台的感覺給大家 是很值得 我覺得是後悔去學習 還有最重要 我是覺得從小到大 我都感覺到 梅姐是那種很堅強 很堅持的態度 即是你很相信 她很相信 我要做 我就一定要做到 我一定要做得好 那是對觀眾的一個交代 你來支持我 我就一定會給你最好的表演 即是那種態度 是真的 是很值得我們學習 還有最後 我覺得梅姐的心聲 最後那場演唱會 她說了 最影響到我就是那段說話 真的要珍惜眼前人 要珍惜當下 還有想做的事 就要去做 就不要再在那裡想很多 在那裡等 我覺得這件事 最能啟發到我 是 多謝你給你的分享 剛才我一邊聽話的心聲 就 echo一些在電影裏面的 我在想 咦 你是現在在說 還是在電影裏面的 你說的 還是梅姐說的 我有點亂 但其實這種亂是 如果你看過這部電影 可能就會 感覺到一個感覺 我們都剛剛講到 一比九十九 還有最後那個 Farewell concert的時候 今天正正有兩位特別的朋友 好朋友 都是在當中 參與很重要的角色 我們不如都 請我們的同學 先請Tina 可以在座位跟我們分享 我們給掌聲 我們歡迎 今天 兩位都很忙 但到時候 還是 揮著這朋友 謝謝 Hello 歡迎你Tina 你想我說什麼 一筆報場 我知道 講兩小時都講不完 但剛才 例如 一比九十九 在她童年都有一個很重要的印象 就是她 因為我記得大球場 那天 其實一直都在延場 我在大球場 樓梯跟你交收什麼 對 兩個都在延場 但Tina 更是一直籌備 如果你真的有看過這部電影 你都可能在角色裡找到她的一件事 我看到一個假裝我的人 沒錯 但小我兩個大小 為甚麼 這些一點都好像 她不是要模仿大賽 沒錯 我那個也不像我 沒錯 那個 那個 其實 Muja就是那個 英文人協會的配冊 但你都在 整件事裡面 你看著她 她當時已經是中病 太短了 是不是 其實Muja做慈善的 又不只是果慈 大家都知道 長年都是 以前有些地震 水災 海嘯等等 她都是 新鮮事粹 很早就走出來 大家 我們演藝界 臣腐其忌地 可以七天做一個大show 那些 夠年多的都記得 籌幾千萬去救人 那些 但是 一比九十九十的確是比較特別 我記得很清楚 Leslie 4月1日離開之後 當然有一個喪禮 喪禮的時候 我們演藝界 很多朋友都幫忙 之後 演藝協會也有很多兄弟姐妹幫忙 阿妹就說 我們去吃頓飯 那 就 去了吃飯 當晚 在直上 那時候已經是沙士了 當然4月 阿妹就聊聊聊聊聊 就說 我們要做些事 天難 我們要做些事 就在那裡聚集 做一些力量 那我就負責去 通常都是這樣 他做會長 我做副會長 都挺好的 一個媒 一個難 所以就開始 所謂埋班 找了明報幫忙 做media partner 然後 因為我們以前做這麼多慈善的活動 一吹雞 是個個都跳出來 所以很快就有一個執委會 改了名字 我們就叫絕狀行動 大家可能也記得 英文就叫project blossom 黃錦生想的 這個blossom 這個字 是好字 賣班就要籌款 先訂一個宗字 我們籌來做甚麼 是吧 阿妹是有大家一起談 為醫護人員打氣 還要實際些 幫助一些受SARS影響的家庭 的下一代 因為很多是因為 SARS而病了 甚至走了 經濟支柱是倒閉了的時候 他的書也不能讀 我們捐款也要有一個目標 有一個mandate 就是訂了籌款 來給受SARS影響家庭的小孩子 少年或者教育方面的東西 接著就籌款 那個籌款 就不只是音樂會 而是有其他人籌名 又賣東西 那段日子 阿妹是已經身體不好 但她真的很有魄力 除了為了演那個音樂會 她擺了自己在音樂總監的位置 她沒有唱歌 大家有沒有留意 一比九十九她不唱 她是全副精神去 想個rundown 請哪個歌手 音樂的東西 還有她是一個代表人 就是出去見人 見贊助 賺錢 就是籌款 她那段時間是不為餘力的 我們每天晚上六點鐘要開會 這個周圍會 開三幾個小時 因為那幾十人一起開會 你想想 只是面對政府 傳媒 等等 總之九十幾樣東西 她又在這裡開會 都試過 她真的身體受不了 我們六點鐘開會 到八、九點、十點 接著就擱散東西 通宵工作 日休息也做 她真的每次都在 除了一、兩次 她會打給我 我今天不行 真的受不了 她就休息一天 所謂休息也是在家裡 Anyway 她是 一比九十九她是 前前後後都是餘力的 大家看回片段 你會看到她 她那時候已經是 其實 都很後期一下 又 但她的魄力 令到她覺得她很精神 哪裡像呢 所以真的服了她 很聰明 聰明 聰明 多謝天娜復派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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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 一比九十九 我要分享這件事 我有幾個合作 帶著這件事 好 是不是可以拍照 是的 可以 因為帶著 不知道你多可愛 我們全部做完一比九十九 那就是二十 做了十八點 慢慢來 慢慢來 我有這個 哦 有一個牌子嗎 是的 每個人都會送一個牌子 因為她很喜歡這個牌子 哦 是的 銀器的牌子 是 一比九十九 這個牌子 我由2003年代到今天 哇 就是她在我的銀包 是和你的身份證一樣 我真心 是經常都很害怕 跌銀包 我怕跌了這個牌子 多於是跌其他東西 因為這個不會有 其他東西 不會有 其他東西不會有 那 也說 一比九十九 是 是一件很神奇的事 那個神奇 是的 她那時候已經很嚴重 那時候也很不精神 但是很厲害 她要是要做那件事 她是 那個力量不知道哪有來的 譬如我之前 2002年跟她做Tour的時候 譬如我在台上 我Band那個位 我的右手是她的升降台 所以我會看到她在升降台下面 上來的 我會有好幾次看著她要扶上升降台 她是預備一個Dance Maddie 她要扶上去 幾個 就是蘇小姐那些 扶上去 但很厲害 總之一散開 她一上來 她就好像 變了另一個人 她照跳得很 她做了那些動作 全部沒有 沒有 沒有脫漏 全力 要拍到地下 就 很響拍到地下 因為她轉身 最重要是漂亮的 當然 這件事我是很深刻的 你問我到現在 十幾二十年之後 我還覺得好像 昨天發生了 這是我很難忘的 她的一種精神 其實要講出 還有很多 大家今晚有沒有時間 哈哈 因為很多 除了工作 譬如剛才也說 2003年4月1日 哥哥走了 我也很記得那天 因為那天 我約了梁漢文錄音 但我們一到錄音室 大家知道 我們是 我們是 這樣 第一次 不如沒有錄音 我們就一起去了 阿正家 去陪她 當然 大家不用約了 很多朋友就會自己上去 那天 看到她是我從來沒有見過的 梁漢文錄音 是很 平時看到她 是很 很強勁 就算平時 在家裡見到她 就算不一定很強勁 她也是 開心 會笑 會跟你說笑 會聊天 那天 看到她 是一個 很 很悲哀 一個很 極動 你會看到她 完全像整個人 流氣一樣 即連我在香港人 流氣 平時她是 精神領袖 大家都很痛 好像連續有兩個打擊 一個就是 一個 一個 巨星走了 另一個巨星 就是為了這個巨星 因為她有很好的朋友 她的關係是 摸掉朋友 而很傷心 大家都 唯有 陪她 我覺得陪伴 是 一個最好的 我們可以做到的事 但她很厲害 她很快就拿回自己 即4月1號之後 哥哥生日後 其實很快 就已經開始籌備 一比九個音樂會 她 她好像當自己沒事 所有事情都是親力親為 還有那天 那個音樂會 不是兩三個鐘 是一天 她是騰足一天 那天 不說之前的事情 我們譬如練歌 她經常會在那裡 那時候 大家很紅心壯志 因為大家知道 我們要合力去做一件 對香港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各界人士都是 以話不說 就來幫忙 所有人 包括藝術師 還有 每一方叫 所有人都 一定舉手 那天 很熱 我記得 很熱 那天 她是 她真的行足一天 由早到晚 我是很佩服 我們沒有事沒有肝 都覺得辛苦 更何況 她那時候已經很不舒服 所以她的精神 她人的精神很厲害 很值得我們學 我們只能學 還未學得完 因為太厲害了 這些是其中一些我最深刻的畫面 謝謝Kam 謝謝Tina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新的教授 讓他們很感動 還有 雖然 環境那時候 有這麼多悲劇 或是一副能量的事 但是她將它能夠 由流氣奔回自己的戲 然後為全香港的朋友 然後特別是醫護 或者一些遺孤等等 我很相信這種精神 我們很想透過這部電影 透過每次的人生可以學習 特別在我們大學的空間裏 我們都一起面對著很多不同的挑戰 但是在這一刻 我們挑戰的是時間 因為我們說了一搭三個 就是Open Floor 我們都可以保持 現在都可以搭四個 不如 好了 開放Open Floor Q&A 我們都請單位 Student Helper 可以 如果你有興趣提問的話 歡迎你 很快已經有了 輕輕地說一說 校友或者學生 或者讀哪科 都可以的 如果你有興趣可以 給大家知道一下 好 第一位在這裡 Thomas 很感謝兩位 我本身是妹粉絲 我是這裡的職員 以及剛剛筆取業的學生 歡迎你 就是讀了Degree 其實不是有什麼問題 只不過我看了一個優先場 也想有一點點評論和大家分享一下 很感謝Louise 她做得 文藝芳做得很好 很感謝你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那 真的 這套戲 我就是那一年代成長的 所以 真的看報警 都已經忍不住了 那些眼睛 另外 希望導演 有個評論就是 希望導演不要介意 因為一些政治議題 即是 避開了也好 或者 skip了也好 我們完全能夠理解 但是 我作為一個粉絲 或者 我最在意的是 你怎樣呈現 每方一個 什麼面向 正如剛才主持問到 我會覺得 家庭那方面的壓力 其實 對於她的經歷 都很重要 但是這裡相對是 著墨少了 也想請教導演 有沒有考慮過這方面 又或者是否後來 因為有什麼原因 放棄了 謝謝 謝謝你 Maman 我們剛才也有說 我們只有兩個小時 多些去呈現揮姐的心 應該是取捨 不是被 是 只是取捨得夠我們去做 如果我們去講親情的時候 我們 有四條線 剛才所說的 親情 愛情 友情 和事業 如果我們要找親情這條線 要非講不可的 我們一定要留得低的是什麼 我們留得低的是 她和姐姐之間的親情 當然我們知道 她媽媽在這裡 她有哥哥在這裡 我們知道未必能夠 有蝙蝠可以交到 我們也很努力地 我希望都能夠提到 最後蘇先生和Eddie 勸妹妹不要再唱歌的時候 我覺得起碼要先有一句 我家裡四兄弟姊妹 只有我一個在香港出生 我是不想完全缺席 但是我也要取捨 我們怎樣去講 梅姐的親情呢 而 安姐和梅姐 剛剛有一個很 剛剛很 鏡像的面向 就是 梅姐就是一個 很多東西都很成功 但是其實她很想 結婚嫁人 做一個小女人 而安姐就是 好像事業很不成功 但是她有一件事很成功 就是她一個家庭 有兩個小朋友 有兩個小朋友 不只是一個戲劇元素 那麼簡單 我們一直找她 人生當中的時候 發覺 其實當梅姐妹 相依為命的時候 當一個機會來到 新秀歌唱大賽 原來就是把這件事 分開了她兩個人生軌跡 這一部分 我們一路走來做資料的時候 發覺 我們有很多東西想說 我們有很多東西想去著墨 而 而 在命運上 姐姐是先走的 在命運的操弄上 而梅姐也除了她 在兩年之後 是同一個病 去走 所以在整個 她們的成長過程當中 如果要是 我要說親情 這一部分 已經多到不夠我說 所以我沒有辦法 只能夠去取捨 我們去說 她和姐姐之間 是比她和媽媽 和她和哥哥更重要 當然 重要的是她們兩個也 明白 Louise 你拍了 Anne 和雷良姐姐姐 我也聽過一些訪問 你是 哭到 哭到停不到 是嗎? 對於演繹的妹姐 親情那部分 有甚麼經歷在創作過程上 其實我個人來說 我都很渴望 會有一個哥哥 或者姐姐 但是我是 有一個弟弟 但是在妹姐和Anne姐 這個故事 在她們的真實情形當中 我是透過這部電影 感受到有姐姐的愛和陪伴 所以當中 無論是氣女氣愛 我們都很深的感情 氣愛也成為了好朋友 所以當我終於得到姐姐的愛 她和我一起成長 又走歌廳 又一起 很多生活上的事情 她都會一直扶持 支持我的時候 突然之間 我知道她要離開 我那種不捨 和難過 是 是 真的很痛苦 所以 這個角色 我演的時候 把自己相近的感覺 儘量拉近跟角色的關係 之間的距離 所以我運用了我對有姐姐的渴求 渴望 去放進去 所以那場戲 真的 真是說真的 那首歌我到現在都不可以聽 真的會哭 哭到瘋了 但是 還有 我們拍完之後 都真的兩個人相容 哭了很久 要不然是 放不下 那個情緒 無法回家 所以 都是一個很深刻 很難忘的經歷 謝謝你們 謝謝你分享 謝謝Louise 還有導演 好了 下一條問題是否也是VB 跟著上面那裏有下位 我們可以同學準備一下 好 女性 其實我也是梅遠方的粉絲 不過我想我和Louise差不多年紀 都是錯過了最黃金的時期 都很年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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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整個問題是給兩位的 在整個電影的籌備過程 例如去做資料搜集 了解梅遠方的一生 一直到電影 大家很眾志成城 去為了重現一個這樣的人物 一個這樣的年代 然後再一直去到大家都出席了很多的優先場 如Louise Lee 都去了甚至很多不同的城市 見到很多不同的層面的觀眾 也都聽到很多大家 關於可能對於梅遠方這個人的一些感受 在整個過程裏面 其實兩位會否覺得 一個像梅遠方那樣的人物 一個這樣的 icon 其實對於一個社會的作用和意義 大家兩位覺得是甚麼 徐元先生 我想都是那個感受 我們比較早的訪問 我也有說過 就是香港曾經有梅遠方 是我們的福氣 我能夠可以去修讀梅遠方 是我的福氣 是 梅姐走了 但是是否梅姐走了 好像沒有了這個福氣 我們就不做我們的事 其實不是的 如果我們 既然梅姐都不能夠回來 我們或者可以在電影裡 我們重新展現一次 以及去記住 我們香港人是可以很厲害 我們可以很厲害 我們可以做到很多事情 不要妄自誹薄 就是這樣 還有我覺得 拍完這部電影之後 我感受到 是梅姐的那種精神 那種堅強 永不言敗的精神 還有所有對社會的大愛 將愛要發放 去那麼遠的地方 除了關心你身邊的人之外 都是 愛是真的很重要的 一件事 在梅姐身上是完全感受到 所以我覺得 透過這部電影 是希望能夠把梅姐的那種精神 可以繼續傳承下去 一代傳一代 然後 也都是 看這部電影 我發覺 在很多路演宣傳的時候 原來很多00後 或者90後 是有跟我說 原來我們錯過了那個年代 有個這麼厲害的巨星 而且我們原來是錯過了門延坊 也都是 大家都說 我要回去 我看完之後 我一定要回去 馬上找梅姐的東西來看 聽回她的歌 我又愛上她了 我覺得我們的團隊 目標其實只是希望 有認識梅姐的人 借著這部電影去懷念她 不認識的 其實我們是希望他們可以 重新認識梅姐 去繼續 一起這麼愛她 將她的精神宣揚 所以 我們的目標就是這麼簡單 希望大家看完 回家 繼續看梅姐的作品 只要一天還有人 繼續這麼愛她 繼續這麼喜歡她 大家就不會忘記她 謝謝 好 剛才說到上面 給我一聲 上面那位 藍色Pudy那位 我猜 是你 零眼零透 你剛才是第一隻手 我們看到的 我猜猜她是90後 還是00後 這行 麻煩你全一場 請進去 麻煩你 同學還是同事 不如是90後 給我一點掌聲 給我一點掌聲 90後 你做什麼 比較文學 好 輕一點 歡迎 我想問導演的問題 就是 你有講過這個題目 不是你自己想的 是老闆給你的 但是你也有講過 這些傳奇片是紀錄香港 那為什麼你會覺得 是梅艷芳而不是張國榮 可能你代不給你老闆回答 但是如果給你選擇 可能是無限預算的 那為什麼你會覺得 是要拍梅艷芳而不是張國榮 第二個問題就是 可能如果講號召力 或者在演藝圈的地位 社會地位 我想起另一個就是 可能是審殿下 那為什麼你會覺得 都是梅艷芳而不是審殿下 謝謝 應該有個故事在背後 我知道 江山 死男不會回答 江山是 江山的承諾 江山的承諾 沒錯 是否Tina有個 first hand story 江山的承諾 他對梅艷芳是個答謝 他擺在心裡很多年 江山也跟我們說 因為當時十年懷伏 本來梅艷芳答應了做 團隊都去了大陸遺景等 但是一路一路等 到最後老闆都收到電話 說不要等了 變成了十年懷伏 有個最後的男人就是 管理梅艷芳小姐 我猜不到江山會到現在 而他跟我說的時候 我也有點打冷真 因為很少老闆這麼浪漫 真的 江山這部分真的很浪漫 無限預算 給我拍Batman 給我拍Batman 是啊 應該開心很多 但是 其實拍紅月光也很開心 因為我可以一起去記錄一個時代 我 我是香港長大 我是聽說的歌最大 我一直以為自己是一個外國人 我只是一個旁觀者 但是當由一個旁觀者變成一個參與者的時候 是榮幸的 雖然辛苦 但是很榮幸 我真的覺得 江山也很有眼光 對 這是江山的神 對 因為中學時候已經是 iClub的Chairman 所以對美藝等等 都能夠發揮到 好了 剛才已經拍了很多手 突然間 好了 請 好 Luis選擇你 哇 好開心 好 你是否同學 還是同事 Hello Can I speak in English? Sure Are you a student? Yeah, I'm a student What's your major? I major in biomedical science OK I'm a Korean fan and I'm really a huge fan of Anita and also Hong Kong cinema and I really enjoyed them watching the movie and there was also a screening in Korea and a lot of my friends who also like Anita and also like Hong Kong movie watch the film and they really wanted to thank you for making this amazing film and they said really they really love this film and I also really want to personally thank you for making such a great movie and is there anything you could say for the international fans who still love Anita and who actually loves this movie Wow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我要多謝 我要多謝我們的 我們找到很多一齊宣化的地方 因為原來我聽他們說 能夠做到差不多同一日 去 即是明天 去一齊同步去做 不是一件這麼容易的事 後面的團隊很厲害很厲害 然後我說 她說 糟糕 我聽不懂你們說 完全不知道你們的辛酸 她說 你繼續拍就行了 這些就當我們做 我多謝他們 能夠把門言坊這個電影 她帶到不同的地方 是我們的榮幸 也是我們宣化團隊的努力 希望多些人知道 香港曾經有門言坊 希望大家都愛香港文化 香港電影 希望任何人 謝謝 很喜歡三位 說幾句 給同各位代表外國的 她說了 她說了我的心聲 是嗎 不要緊 我們也有很多手 接著 前排 請這位 接著那位 好 Hello 我現在還是學生 今天我讀了E 可能都想要學生一點 零後啊,小時候這樣 零零後 零零後醫生 Hello 我本身也算是半個妹姐和哥哥的粉絲 我想很欣賞和感謝導演和主角 拍了這部電影 實在如此認真 讓我看得起 我以前親身經歷過在香港 我首先問到導演 其實看導演你以前拍的電影 可能是韓戰、赤道等 其實你看到風格上或者是片種 其實都跟門方很不同 你覺得在拍的過程中 有甚麼特別的位置 或者挑戰 你以前拍戲是沒有人 encounter過 或者是拍完這部電影之後 你覺得對導演、拍戲 或者這部電影做人 有甚麼很深刻的得著呢? Thank you 其實每一部電影都是一個成長過程 我們沒有說滿屍那件事 其實每一天都是學習中 當然你有多一兩度拍攝經驗的唯一好處 就是你現場不會太害怕 不會太慌張 我記得我第一天開工 第一天開工 我們拍了一些很簡單的電影 因為第一天通常大家都會很擔心 因為團隊未磨合 我插入車的時候 又有人拍戲 十幾輛車放在外面 這麼大陣仗 然後他說 導演是你的? 團隊是你的 不好意思 阻礙大家 不好意思 其實 真是一個學習成長的過程 不會有盡頭的一天 每一天都是能夠 如果你吸收到 每一天都是可以給你讓分 去進步 當然有疲倦的時候 但很感謝這個劇組 這個團隊 真的是我昨天還是前天 因為我很少有IG 我自己去檢查 他們原來是天堂Crew 有一隊Crew叫天堂Crew 即是這個 塔士回應包的叫天堂Crew 以後他們的hashtag天堂Crew 就是等於這裡 是的 還有他們宣傳的首映 他們都帶爸爸媽媽來看 我覺得我自己很感動 有時候我們學生的時候 我們說 爸爸我做電影 沒有日沒有夜 那些作品不教 原來他們真的做完我們這部電影 他們覺得團隊很驕傲 他們帶著爸爸媽媽去看 我們曾經拍過一部電影叫梅艷芳 而他們其實爸爸媽媽 都是差不多那一代的人 他們都很開心 這個滿足感是大過其他東西 謝謝 好 剛才那邊有位校友 請示意他手 應該我記得那邊有校友舉手 你好 我是校友 歡迎 80年代的時候 在HKU 歡迎你回歸 所以 其實 梅姐就是我讀大學的時候 我們其中一個很喜歡的一個歌手 今晚的副題是提到香港文化 在80年代的時候 都是一個巨星的年代 之後好像再沒有這些水平的巨星 或者影響力的巨星 其實在這個 特別是我們看回文化身份的認同來說 在過去 年齡之後 當香港人的文化身份 越來越模糊 甚至有一些不清晰 在這個時候去做這一套電影 其實是否一種對文化身份的重沉呢 因為在當日來說 無論是Canto Park 或者是其他一些文化標誌的符號 都好像很清晰地看見 香港人的文化身份是怎樣 不知道這方面 在你製作的過程中 有否在這方面的考慮呢 謝謝 校友 其實我們很純粹 很天真漫漫 當日只是很希望 將梅姐努力地記錄下來 呈現給觀眾 看回八十年代 我們的前輩 我們這麼優秀的音樂 這麼優秀的電影 他們的前設也不是打算 我們做一個文化的黃金城勢 不是的 他們只是 我想做好首歌 我想拍好部電影 我希望大家看五夜場的時候 觀眾不會過等 希望這首歌可以賣得好些 其實這個純粹去得很遠 我記得韓國的很多前輩的電影人 都說香港是他們的看法 當然我們除了感謝之外 我們也要更加謙卑下來 我們其實可能現在有些距離 我們要追回 我們要更加努力 文化是互相影響的 我會覺得 要純粹做好一件事 其實大家是會看到 是會有共鳴 是會去得遠 就是這樣 謝謝 可能有一句就是 簽名後果整個世界都不同了 我想不只是香港 因為很多文化碎片化 或者數碼化之後 其實外國也是極難找到一些很重大名字的印象 可能這是新的年代 如果連Facebook也會說 很多東西大家也會追著 我們追著時間 前面已經有三四個時間 我們不如那位 看看同學和同事 然後到旁邊那位 你先 兩位好 我是小學院的老師 是學生 因為我看這部片 上星期的時候 其實我感受到一個 導演傳來的訊息 就是 我們主要不是 就算不懂音樂的人 主要都是看 通過這部片 可以看到香港的文化 即是那段時間 這也是我自己很大的感觸 因為我不是香港人 我是廣東人 那段時間我還小的時候 都是看著香港年代 所以我有一個時間 我好像回到去那一陣 那種風覺得很像 就起雞皮那一陣 即是很熟悉 所以我回去立即打電話 給我媽媽說 有時間一定要去看 我有一個問題 是說文導演和Louis姐 即是拍這部片的角色 因為是孟姐的電影 有沒有哪一個瞬間 就好像導演 覺得好像也會 真的好像孟姐 下來了一樣 突然間有一點點像 或者是Louis自己會覺得 那一陣時間 我突然間又好像 我自己找到一些感覺 有沒有這個瞬間 你先回答 其實我們團隊 事先真的要特訓半年 即是幫我特訓半年 也都知道要搜集了半年 在妹姐的表演 例如一些演唱會 電視劇 我都有看 跟著一些關於妹姐的書籍 我也有買來看 我自己最喜歡就是訪談的節目 那裡我覺得才可以看到一個人的 他講話的語氣 語調 一些細節的地方 他思考的時候 會看去哪裡 這些我們會盡量拿捏神髓 不是要去模仿 所以不會每次都覺得 這次我又看到他做了 但我們是希望能夠 在這半年時間內 一直吸收 一直去了解 然後去把這些神髓 即是已經吸入血了 然後染的時候 都是好像自熟所說 你要相信 我當拍攝的時候 就不會再想 我這一刻 做得像不像 那一刻 我會不會有感覺 就不會再想 這些 因為我很相信 我就是 所以演的時候 大家都 團隊又會很好 大家早上一來都 就說妹姐早上 那樣 他們都幫我進去 所以我自己也很相信 團隊又去幫我進去 所以拍攝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一直都是很相信地去做 而導演也是給我很多信心 也沒有問我 所以一直以來的拍攝其實都頗順利 就是慢慢慢慢 我們都是比較順著拍的 所以那個心路歷程 或者那個隨著年齡的增長 我經歷的高低起跌之後 那些不同的心情 那個階段 是會慢慢遞增的 所以甚至乎那些說話的感覺 都是由小時候慢慢順著的時候 就會開始越來越成熟 或者有一種霸氣在那裡 就是一層一層地加上去 所以我長期都是相信的 我相信我是這樣去做 謝謝 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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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OK啊 我們也不如爭取一下另一位同學 同學 實在這麼辛苦 我是今年EA1 我出生在03年 4月21日 哇 一個很特別的月份 我也很幸運可以看到 首位妹妹 之前十個星期有提到 然後我就 回到那裡 都是同學的樣子 回到那裡 跟爸爸媽媽說 明天一定要帶妹妹去看 一定要她去看 因為我自己也是個姐姐 所以我比較想問兩位 在拍戲的過程當中 你們有提到一些法學反應 比較想知道哪些先手 或者哪些法學的人 令到你最深刻 是的 謝謝 謝謝 其實Louis、阿謙、阿菲瑟 都給了很多驚喜的位置 坦白說 Louis 排戲的時候 她應該沒有太多用力 她是努力地背好對白 我們經常都覺得 糟了 明天拍了 但她每次做好妝 做好頭 然後她一走進去設定 我們就 咦?為甚麼是兩個人 為甚麼這個是梁彥芳 這個是黃丹煉 而她一開聲 大家就 放心 很厲害 我想其他對手都會感受到她的氣場 為甚麼她會這樣 為甚麼她剛才說 Ben哥 即是袁富華 即是那個酒店經理 我又不是完全… 因為我對了她很久 因為我挺喜歡聽到 其他跟她對手的 今天來幫幫忙 搞錯了 嚇死我 進去 化妝監 為甚麼會有一個梅彥芳 反而用她們的 我偷聽到 或者從方說 我會覺得今天又有人嚇到了 真的很厲害 我反而覺得很快樂的一個回憶 好 多謝 再一次多謝 兩位導演 還有主角 黃丹煉 Louise 也多謝今天我們很多很多的團隊 在前幕後 也多謝 阿樂演員所有台上的大後 很努力地走回全世界的一個 明天就是 Logo Premiere的一個大使 也多謝我兩位很特別的嘉賓 美姐的身材好朋友 Tina 阿樂 我們合作伙伴 還有一些同事 B的團隊 司律團隊 另外還有DLTS 還有一位舊生 Kenny 也是香港Pubculture的 白小友 我們和大家拍張合照之前 有一個小小的紀念品 我們送給兩位嘉賓